也要好好查一查乐透是不是作假了 说的是赛尔维亚国家乐透 28号晚间开奖哦 但没想到这中小号码还没有抽出来 但怎么就已经显示在电视的荧幕上了 难道世间就知道答案了吗 引发了作弊嫌疑 现在相关单位也介入调查 这时刻黄金彩球在透明开奖机里头 在维亚最新一期乐透彩 透过电视live转播选出幸运号码 前三个号码的开奖流程十分顺畅 但到了第四个号码 开奖机选出的球号是27号 萤幕上显示的却是21号 紧接着第五颗彩球 选中的号码就是27 主持人脸上当场错愕 号码还没有抽出来 萤幕上却先显示 引发大众质疑开奖被操作 当局在事后已经展开调查 出了大纰漏 乐透公司对外表示是技术性错误 但警方仍认为案情不单纯 针对六名涉案人士进行问话 并将开奖设备带回检查 乐透公司负责人也已经引救辞职 国荣兴晚宾 并将开奖设备带回检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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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并将开奖设备带回检查